错了的战争 死难的这些美国人 他们的生命的丧失 本身的这个悲剧 与这个战争的正义与否完全无关 其实这是一种比较先进文明的这种生命观 但是加藤我对日本也好奇 你看他们老说 中国人呢 不能就对死不算严肃的一个民族 从古代上讲 咱们说那清明节那边 那是祖先崇拜 慎中追远 但是平常有人就认为 就是说对这个死啊 咱们往往不一定很严肃 而且更多的咱是啊 给他烧点纸钱呢 烧个二奶什么的 希望他到阴间呢 还能够过得好 但是有人看了这个日本那个电影《入恋诗》之后 他就写一篇文章 就说其实日本民族啊 是很重视死的 对 可是他这种啊 跟所谓的西方的这种生命观 是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首先就是说 对集体的荣誉感是必须得有的 我们的集体主义 日本是东方文化嘛 但对他不能够由他来压低个人的生命的价值 那就是说我们对死的人也是非常非常重心 因为我刚刚经历了一个葬礼嘛 刚刚我看了 因为我爸爸刚刚去世 对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刚刚那个有点情绪 就是看了那个片子 其实我当时经历了一模一样的 我爸是普通的农民 但是说我们在他的那个尸体 在签送的时候 那他是要放在非常特殊的一个车 非常高档的车上 这也是不管是农民还是天皇还是那种的首相 都必须得非常地尊重的 那就是说那旁边的那些行人都鞠下功 然后大家最后说 ありがとう 谢谢 那这个由和尚来完成的 因为它是个非常复杂的 非常严肃的一个仪式 那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光靠我们家里的力量来做 那必须得委托给专门的藏地公司 由他来承办的 那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这种 不管他是个农民 还是什么 就是说在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的人 都会 大家都会就是说过来 然后大家一起去挨岛啊 就就非常严肃的这么一个仪式 所以你说我就还回到我最初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像我这种比较没文化的吧 我开始弄不太明白 就这就是要为了什么 后来我跟你讲 汶川大地震之后 有一个母亲 说这么一句话 她说呀 我不要国家赔偿 我只想让世人知道啊 我七岁的女儿 真的在这个世界上 丰富多彩的活过七年 你你明白吗 就是说说有个名字 这个人存在过 对 是吧 所以我在这 比如葬礼 他也是日本人对死的一种 怎么说那种 重视一个人的一种 就是生死 非常的看重 首先就是说 首先为了那送别 那刚刚去世的人 好好的送别 另一方是为剩下的人 对 为我们剩下的人 活着的人 活着的人 就是我们一讲说被剩下的人 但是我们活着的人 我们还得继承生命的 对 还得生孩子的 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爸爸 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人 他是被这样那样随便的处理了 那我们还凭什么活着 对 那你走的时候 还有人会忘 有人会记得你吗 对 所以形式是为了这个内容 所以就中国有句成语啊 叫兔死 狐悲啊 对 我要是看见人死了都像畜生一样 这样无声无息的死去 我也 我对我自己这个生命啊 也没有什么价值 对 可是这里边还是不是 我就想有一个 也有一个审美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谈的 都是对死者的那个哀悼 但是呢 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 就中国还有一个所谓喜丧 就是大家哀悼完死者了以后 大家又又摆个大拜宴席 你爸有没有 好多时候这些人又开始吃喝喝了 我就觉得这里边这关系呢 其实它也是两面 我跟你讲 扎老师你说到这气口上了 当然有可能在中国 是个别现象 但是呢 他们在网上找到这么一段视频 就是中国某地的一处喜丧 你看不出来是办丧事 你咱可以看看 那么今天呢 咱们说是为了参加一个隆重的葬礼活动 那么在此呢 首先有请我们的小乐队啊 为各位不幸屈身的老街生 收上一段哀悦 带上一段比较欢快带进的舞蹈啊 来自咱们港澳最流行的一段舞蹈 送给我们带上的好朋友们 来掌声 扩几下好吗 5 4 3 2 我给你 所以很多人讲这个唐山大地震呢 说聊什么咱们这个如何防灾减灾 提高什么防灾意识 我说本在哪里 本就是一个包括如何预防矿难 你这个本呢是人命啊 对吧 人的 所以我就想 咱就讲 很多人给我引用 奥巴马 美国从1970年以来 到现在出了一回 死了29个人的矿难 好家伙 美国总统副总统 亲临这个追悼道会 你瞧瞧奥巴马的演讲 很多人传送 奥巴马的演讲说什么 说这个灾难随后几天 电子邮件信件涌入白宫啊 我很骄傲来自一个矿工的家庭 人们都是这么开头 我是一名矿工的儿子 我很自豪能成为一名矿工的女人 他们都感到自豪 他们让我关乎我们的矿工 为他们祈祷奥巴马说 他们说不要忘了矿工 维持着美国的光亮 在这些信件里 他们提出一个很小的要求 不要让这样的事再发生 不要让这事情再发生 然后奥巴马说 我们怎忍让他们失望 一个依赖矿工的国家 怎能不尽全力履行职责 保护他们 我们的国家 怎能容忍人们 仅因工作就付出生命 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追求美国梦吗 你不是说他会不会演讲 这玩意儿 文采飞扬 不过我还是个人更偏向那种 更为简朴的道词 比如我就举韩战的目的 他的碑文很短 也不是一个名人 就没有作者的 两段 一段只有一句话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一句话 第二段也只有几句话 他就说 我们国家为我们自己的儿女 以自己的儿女为荣 他们响应召唤 去到了一个 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土 为他们素不相识的 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们 结束了 你这个感觉就 感觉是战争的沉重 这一个一个生命的代价 而不是这个文采本身 喧宾夺主 我当然 我觉得他这个 奥巴马的演讲也很好 这可能对这种死 生命的丧失 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包括刚才那个喜丧 就中国呢 也许那是少数的极端的 有一个地方文化 也对 但是我觉得 对生命的这种欢乐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表示方式 包括在死亡的时候 我就去过美国的这个丧业 对 他会讲一些笑话 我们的手中的量度 是非常非常低调的 会去一下宫 大家非常默默地去送别 但是心里边 这是个共同感受 共同感受 对吧 对死者 对存在的这个世界